台南是火荷花全台最大产区 不过日前受到凯米台风影响 可以看到许多盆栽泡水倾倒 还有不少花朵历经风墙宇宙多出破损 花农至今仍在进行灾后重建 而火荷花发展协会离世长也表示 普遍受损约三成 严重的甚至高达八成 我们这个植株的话 一年大概平均每一颗植株 大概产五次花 所以这次风灾来的时候 它受损打破掉一只 就已经有百分之二十了 凯米台风重上火荷花温室 台风期间除了花朵遭暴雨打破 暴力龙花盆也都因为积水漂浮倾倒 许多花农冒于抢救泡水的花朵 好不容易等到雨烧停了 把盆栽就齐固定 没想到进行性的大雨再度冲倒花盆 而花农疲于奔命 每年八月适逢日本鱼兰盆节 往年都会有大量的火候花订单 销往日本 如今预估无法消日了 让花农十分无奈 农粮署也表示 后续区公所会到场勘查 呼吁花农可以申请补助 将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